目前身处职业生涯 必是三个赛季的拉塞尔威斯布鲁克 可以说是生涯最大的挑战 由于在场上并不高效的表现 这也让威少成为近段时间 受到较大争议的球员 但对威少来说 他已经厌倦 老师听到球迷和专家的分析或批评 每个人都希望我这样做 但他们又不希望我这样做 威少说道 老师说 我已经了解到这些情况 其他人希望我做什么 以及他们认为我应该做什么 老师说 我认为我自己一直很好 当然 威少还是联盟中最好的空位球员之一 但他在加盟胡人之后 确实还无法打出最高效的整体表现 而且令人担忧的是 目前胡人根本没有足够好的战绩表现 这也是威少受到争议的重要原因 对此 森林郎当家内线卡安东尼唐斯在接受采访时 就批评了威少的比赛方式 他肯定会有足够好的数据表现 他就是追逐数据的球员 不过我认为他是非常出色的球员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你知道砍下三双数据有多难吗 他的比赛非常努力 只是我觉得有时候他打得太快了 他试图在场上做的东西太多了 唐斯这样的言论已经引起外界热议 甚至有不少球员都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而对威少来说 这可能不是什么正面评价 最后需要谈及的是 胡人当家巨星勒布朗扎姆斯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对新冠 流感和普通感冒的看法 而这也引起外界的热议 对此胡人传奇民宿贾巴尔也对詹姆斯的言论 提出异议 为了直接解决勒布朗的困惑 相信没人会认为感冒和流感 是比新冠更严重的疾病 目前为止 全美因为新冠死亡的人数达到80万08千986人 专家一直认为新冠的致死率至少是流感的十倍 詹姆斯毫无疑问 是现役联盟的门面球员 而这种误导性的言论对整个联盟甚至是所有球迷群体 都不会是什么好消息